接下来抽到的是马苏 马苏的问题看一下 上面有 网友天天祥你问了一个问题 是这样的 我看过天使江陵 剧中小冉姐弟恋 你一直是帮凶 想八卦一下 现实生活中的马苏 如何看待姐弟恋 我没想过这个事的 我从来没想过这个事 就反正就不在这个范畴之内 对 没想过 就顺其自然了 对吗 也不是 谈恋爱不考虑年纪 考虑 我从小的概念是 我一定要找大的 我觉得这安全 因为这个女人会老得快一些 所以我从来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所以你问的我觉得还是很突然的 我想可能是因为跟最近这网上的这些新闻有一些关系 其实这样的 我们先做 要找就在找像七丁东这样的 因为像找大的 我说要找啊 就要找剧中七丁东这样的 要找零零大 OK 对 我们在私底下聊天的时候也 他也跟我说 说就是聊 我说啊 是找什么样的男朋友好一些啊 什么的 他就说说 大一点小一点 他都跟我分析过这些事儿 这当然是闲聊啊 OK 我今天啊 再冒天下大不讳一下啊 就是您刚才也说到了 就是在网上 目前有很多是关于你的消息 我估计您应该也清楚啊 当然我觉得就是不管怎么样 我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呢 您也可以选择不回答 但是我觉得还是问一问 就是我们其实特别关心 关于您目前跟孔灵辉的状况 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还行吗 我觉得具体的一些可以咱们下来再私聊都可以 因为不要耽误大家太多的时间 我想说的是 我一个人生活很久 有一段时间了 我在试着慢慢的 接受我自己生活的一个状态 不论如何 我们都支持和为你加油 你说的我立马都想哭了 没事没事没事 我觉得来浙江卫视就是这样 生活还要继续走 但是我相信所有浙江卫视的蓝媒 都会支持你的 加油 马苏 我们一起来喊一下 马苏加油好不好 我们也希望你可以进和好吗 马苏 OK 来 我们让马苏平复一下心情 来问一下 接下来问一下 下一个问题是关于